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滑膜炎是一种膝关节的疾病 在膝关节受到损伤后 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 一知月累就会产生滑膜炎 滑膜炎是一种很常见的骨科疾病 是由各种关节疾病演化而来的 所以在生活上我们要做好关节的护理 才能够预防各类关节炎的发生 那么滑膜炎会有什么的表现呢? 早上睡醒后就会发现关节会变得很僵硬 只有在慢慢活动之后 僵硬的感觉就会慢慢的减轻 要是活动过多 活动的力气太大的话 那滑膜炎就会逐渐的加重 关节就会出现肿胀 疼动不显著 下蹲或者是打弯时有不适的感觉 有个别的患者还会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 过度运动之后就会出现肿胀 多数发病缓慢 多数无外伤时 少数仅有的轻微外伤 可有受风、着凉 滑膜炎会有一些什么的危害呢? 关节在受到损伤后 关节就会出现水肿、淤血的情况 造成了急性的滑膜炎 另一方面就是之前的旧伤没有好 引起的慢性的滑膜炎 造成关节肿胀 最后变成了劳损性的滑膜炎 滑膜炎不仅影响关节的功能 还能造成关节进行性的气质损伤 重者滑膜粘连 使关节功能丧失 病情严重的时候 很多患者会丧失劳动的能力 以及活动的能力 如果丧失劳动能力和活动能力的话 患者一般都会出现自暴自弃的心理 一旦出现这个情况 治愈起来就难上加难了 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 有效缓解滑膜炎的食疗方 这个食疗方能够立水消肿和去风活血 对治疗滑膜炎有特别好的疗效 首先我们来准备黑豆60克 我们先来把黑豆倒进一个大碗里 然后加入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平时我们适量的食用一些黑豆 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 因为黑豆中含有的一黄酮是一种植物性的激素 能够调节人体的内分泌 促进骨骼的健康 除此之外 黑豆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钙与鳞 这两种微量元素成分 对促进人体的骨骼发育和增加骨骼密度都有好处 脾虚水肿脚气浮肿的人群 平时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黑豆 对缓解这次症状都具有一定的效果 黑豆清洗干净后 我们再把它浸泡一个小时以上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义米30克 我们先来把义米倒进一个大碗里 然后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义米性干但微寒 龟皮胃肺筋 有沥水肾湿 健脾除臂 清热排浓的功效 重用义米治疗膝关节滑膜炎 收效甚佳 拿义米清洗干净后 我们把它倒出来 然后再加入清水浸泡半个小时以上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几片生姜 生姜可以加快关节处的血液循环 减少关节肌液 可以有效地缓解关节的疼痛 生姜切好后 把它放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的黑豆已经泡了一个小时了 黑豆吸水后体积明显的有变大 玉米也泡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黑豆玉米全部倒入烧锅里 泡黑豆的水我们是要的 里面有很多的花青树不要倒了浪费 姜片我们也一同放进去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总量大约是三到四碗 然后我们把盖子盖上 再来开大火把它先煮开 煮开后我们把上面的浮沫给撇一下 然后再盖上盖子 转小火煮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后我们再打开盖子 然后我们再来加入一小勺的红糖 红糖也有活血的作用 我们再用勺子搅拌一下 这时候我们看到玉米黑豆已经走远烂了 接下来我们再开中小火煮上十分钟 十分钟后我们的黑豆玉米汤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关火然后盛入碗里 黑豆玉米生姜和红糖搭配在一起 可以很好的去湿热煮落 去水湿停止消除水肿 非常的有利于黄膜炎的恢复 黄膜炎要三分至七分氧 要注意下面这些事项 一不能久坐 对于黄膜炎患者来说 久坐是不利于腿部的血液循环 影响病情的恢复 所以每工作一段时间就站起来休息一下 随时的改变坐姿 第二保暖不可少 冬季要注意膝盖的保暖 可以穿棉裤或者是膝盖盖上毯子 夏天的时候不要长时间的在空调屋里待 三避免肥胖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要控制体重 肥胖能够增大膝关节的压力和磨损 不利于黄膜炎的恢复 因此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控制饮食 减轻体重 四避免活动过量 过量的运动会导致黄膜冲血水肿 疼痛感增加 因此对于黄膜炎患者来说 要避免过量的活动 可以做一下双腿屈伸锻炼 黄膜炎是比较常见的关节疾病 对于黄膜炎要早预防 早诊断早治疗 防止自残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